嗨,宝贝们,欢迎来到格子酱讲绘本 今天,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 不一样的小猪 有一天,两个农场里分别诞生了两群小猪 一个农场里诞生了七头粉色的小猪 但是,第八头却是蓝色的小猪 粉色的小猪们,看着不一样的蓝色小猪都哈哈大笑 不一样的小蓝猪看着自己,对着爸爸妈妈哭了起来 为什么只有我是不一样的小蓝猪 妈妈安慰小蓝猪说 宝贝,不一样没有关系啊 你的蓝色看上去就像蓝蓝的溪水 你和它一样美 爸爸安慰小蓝猪说 不一样没有关系,宝贝 你的颜色看上去就像蓝蓝的天空 你和它一样美 小女孩们和小猪们一起玩耍 小猪们突然叫了起来 乖,快看,它的蓝眼睛,你快看,好美好美的蓝眼睛啊 小蓝猪终于开始相信自己不一样的蓝色也是很美的 远远的农场里也诞生了七头粉色的小猪 但是第八头却是黄色的小猪 粉色的小猪们看着不一样的黄色小猪又哈哈大笑 不一样的小黄猪看看自己 对着爸爸妈妈哭了起来 啊,为什么只有我写不一样的小黄猪 妈妈安慰小黄猪说 不一样没关系啊 你的黄色看上去就像黄色的花 你和它一样美 爸爸安慰小黄猪说 是呢,宝贝,不一样没关系 你的黄色看上去就像金黄的太阳 你和它一样美 小男孩和小猪们一起玩耍 小猪们突然叫了起来 哇,你看,快看它的黄头发 好帅好帅的黄头发呢 小黄猪终于开始相信 自己不一样的黄色也很美的 就这样,小蓝猪一天天慢慢地长大 它的颜色还是和西水、天空一样蓝 就这样,小黄猪也一天天慢慢长大 它的颜色依旧和花和阳光一样黄 这一天,小蓝猪和小黄猪碰到了一起 小黄猪说 嗯,多么漂亮的小蓝猪呀 谢谢你,我的颜色就像西水和蓝天 嗯,你也是很漂亮的小黄猪呢 嗯,谢谢你 我的颜色就像花和阳光呢 两头不一样的小猪成了最好的朋友 它们分分秒秒都待在一起 从一个农场玩到另外一个农场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 又有七头绿色的小猪诞生了 但是第八头却是粉色的小猪 这头粉色的小猪看起来就像 像什么呢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想要收听更多儿童绘本 欢迎关注鸽子酱讲绘本 鸽子陪你一起成长